早安欢迎加入第二个小时 凤凰早班车头条要看到的是 而乌战是在8月24号 也就是今天满半年了 而加波罗热核电站战火 还是没有停歇 安全备受各界的关注 国际原子能机构23号就表示 如果各方磋商成功 机构最快和可以在数天内 到访核电站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当天在安理会呼吁 有关当事方保持最大克制 把核电站意外风险降到最低 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出席克里米亚平台线上峰会时 承诺会夺回克里米亚半岛 8月24号今天也是乌克兰的独立日 泽连斯基警告 如果俄罗斯在这一天发动了袭击 乌方将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俄乌战争持续半年 在俄军控制下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战火仍未平息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危害核电站安全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 接获乌克兰当局通知 核电站在周末遭到炮击 站内设施包括实验室 化学设备等经受到损坏 此外 针对俄乌早前支持及同意 国际原子能机构派遣专家团 视察扎波罗热核电站 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 目前仍然在与有关方面 进行非常积极和深入的磋商 如果磋商成功 机构最快可以在数天内 到访当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3号出席 克里米亚平台线上峰会时表明 克里米亚不是地缘政治博弈中的筹码 而是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 强调会尽全力夺回克里米亚半岛 克里米亚平台峰会 由乌克兰主持召开40多个国家 及组织代表出席 包括美国 欧盟 土耳其等 而北约全数30个成员国都有出席 欧盟及北约再次重申支持乌克兰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谴责俄罗斯以克里米亚为战略跳板 向乌克兰发动攻击 并阻碍粮食出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文物冲突在8月24号满6个月 当天也是乌克兰独立日 乌克兰政府近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大道上 展示了数十辆被击毁或被掳获的俄罗斯的军车装甲车 戏称是要协助俄军进入基辅 那此举是要提振乌克兰军民的士气 展示乌军有能力来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Russian troops want to held a parade in the Ukrainian capital which they expected to capture in three or four days six months since start of war Russian military equipment appear in the center street of Kyiv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se formidable machines no longer scare anyone people look at them with interest and girls have danced on the turret of the Russian self-propated houses dozens of destroyed Russian vehicles have been turned into attraction and parents calmly photograph their children next to the remains of Russian missile exactly the same ones that may have killed a child in Kharkiv or Mikolaiv these days the sight of destroyed equipment and in some tanks you can even see in the burnet uniforms of Russian soldiers makes many people think about the horrors of war but most people consider the idea to arrange this peculiar parade of destroyed Russian equipment to be the right decision натхнення, чесно кажучи, натхнення тим, що ми можем і ми здобудемо нашу перемогу, тому що вона неминуча гордість за наших бійців, за наших солдатів, хто оборонить нашу землю я думаю, що це гідна віцич і ніхто не очікував крім народу і зараз ми повинні допомогати армії, тому що це єдиний оплод, який нас захищає аликсий Коваль, Феникс ТВ, від київ-україн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在23日的报道 美国政府对于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将转为长期战 或将在欧洲增加驻军 同时也会准备播出大约是30亿美元 在未来几年向乌克兰的军队提供训练跟军备 这也是俄乌开战半年来 美国提供的单比最高金额军援 美联社23日报道 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将转为长期战 当局将宣布播出约30亿美元的援助金 在接下来几年里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及军备 报道引述官员称 这笔资金将用来订购无人机、武器等装备 在未来一两年里用作储备 有线新闻报道称 军备中将包含西方防空系统及大量弹药 与以往的军援不同的是 这项援助将旨在帮助乌克兰维持其中长期防御部署 而不是像过往一样 主要应对乌军急切的武器及弹药需求 此外拜登政府也很可能会在欧洲增加美军驻军的数量 五角大楼官员正考虑 在乌克兰境外扩大培训范围 为乌军及欧洲东南裔国家军队提供训练 美联社报道称 这项新援助还将向乌克兰政府重申 无论战况如何 美方都将继续进行支持的立场 报道称 当局预计将在本周三正式做出宣布 而这笔款项的具体数额也可能出现变化 政治报则引述一份国防部文件纸 截至本月初 国会批准的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中的63亿美元资金 还剩下45亿美元 意味着在拜登政府发放了新一轮的援助后 这项计划将剩下15亿美元的资金 俄乌战争进行6个月来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99亿美元的安保援助 自去年8月以来 美方已经发放了19轮库存军备 凤凰卫视陈令南疆域华盛顿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3号在克里米亚平台峰会上宣布 继续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 涉及62名个人和一个军事组织 其中包括多名俄罗斯联邦州的州长和地区领导人 以及他们的家人 特鲁多在峰会上强调战争对全球通货膨胀和粮食安全影响重大 宣布将提供数十亿美元帮助乌克兰解决粮食短缺和取暖燃料问题 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成立一个特别小组 专门打击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和宣传 加拿大至今已经制裁超过1100个俄罗斯的个人及实体 北约30个成员国全部派出代表出席这次峰会 来自美国 欧盟和土耳其等46个国家和组织的高级官员也参加了会议 为了要因应俄乌战士 德国也正在努力地摆脱对于俄罗斯的一些依赖 像是总理舒尔茨更飞往了加拿大 商讨从加拿大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可能性 不过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直言 向德国直接运送液化天然气存在着挑战 特鲁多就表示了正研究在加拿大的东海岸建立液化天然气工厂 将液化天然气直接输往德国 但就发现这工厂虽然离加拿大的西部天然气田 是有一段非常长的距离 对此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评论员分析说 加拿大没有兴趣修建 要横跨整个国家的输气管道 只为给德国来供气 而德国与加拿大达成的氢气合作协议 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来推进运行 同时虽然说德国将会对额的能源制裁视为一项成就 但却无法忽视制裁对于德国自身造成的经济影响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破1比1 也创下20年来的新地点 继续关注到能源问题 德国政府面对天然气供应危机和疯狂上涨的进口价格 先是宣布要增收天然气的附加费 然后又决定降低天然气的增值税 虽然当局援翼是为了降清天然气运营公司和消费者的负担 但是面对高企的天然气价格 有研究人员表示最终的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 上周德国联邦政府宣布将天然气增值税由一直以来的19%降至7% 以缓解能源价格飙升对人民的冲击 德国总理舒尔茨还表示 在未来几周也将会陆续出台各种措施 应对德国面临的能源危机 这项减少增值税的措施将在10月份生效 而在同一时间生效的 还有德国政府早前宣布的天然气附加费的决定 德国专家解释说 天然气附加费是为了支持天然气运营公司 这些公司在如今的困境之下也有破产的风险 在这些比赛费出了 我们能看到几次减恶的项目 这也帮到有哪里的登₂ 但这会被减乷有控制迹 这会被减乷的快速压 以赔�ル压力使用去 呗变经货支持 运作为货费的称呼声 这会是对顾客统减少人的比赛主汇 变未来到的建议 不去页復的货帐 但是但是 我们的建议充 德国政府减少增值税 是希望天然气公司能够把这个减少的费用 最终落实到消费者身上 以缓解消费者的负担 但面对增加近十倍的天然气价格 这些措施都是北水车薪 德国目前最缺乏的是 针对最困难的家庭提供的救助措施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标普在23号发布的报告指出 法国在8月份陷入了经济紧缩 这也是法国一年半以来首次出现收缩 主要体现在就业增长放缓 以及制造业下滑 欧元区的持续通胀加剧了民众对于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 标普全球23号发布了一项报告显示 虽然欧洲央行仍专注于通过加息抑制通胀 但似乎效果甚微 报告指出欧元区第三季度的经济正在收缩 从基础材料汽车旅游到房地产 各个行业的产出都在下降 法国方面 8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出值为49.8 制造业为49 为一年半以来首次出现收缩 主要体现在就业增长放缓和制造业下滑尤为明显 另外整体经济活动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出现疲软 报告预测 欧洲经济衰退已成定局 而随着能源危机的愈演愈烈 今年年底对欧洲经济来说将更加艰难 从目前通胀走势看 在能源危机的影响下 欧元区通胀形势比美国更加严峻 为避免通胀失控 欧洲央行有可能在9月继续加息50个基点 凤凰卫视 金亮巴黎报道 每逢七八月份很多西班牙人都会选择度假旅行 有西班牙的旅游行业统计报告就显示 今年夏天西班牙的人均度假预算高过往年 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会选择在国内旅行 有民众表示受通胀影响 度假的花销相比以往有着明显增长 根据西班牙国家出境旅游观察网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 2022年夏季有六成西班牙人选择在国内度假 目的地大多是阳光充沛的海岸地带 度假时长一般在一周到12天 这其中有近70%的人选择自驾出行 报告还显示 2022年西班牙的人均度假预算为610欧元 高于过去两年 有民众就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 而未能度假的情况已经结束了 但因乌克兰战争而加剧的通货膨胀 能感受到度假所需的花销 相较往年有明显的增长 也有民众表示 西班牙餐饮业的价格上涨 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但自驾出行时最强烈的感受 就是燃油费的暴涨 统计数据还显示 有18%的西班牙人选择国际旅行 另有22%的西班牙人选择国内和国际旅行 相结合的方式度假 而预算低于1000欧元的旅行者 占43% 有超过3000欧元预算的旅行者 占8% 凤凰卫视陈莹 马德里报道 再次请来杜萍先生上线 帮我们点评分析杜先生好 杉萍你好 杜萍先生你看到这通膨 蓬不停不断的膨胀当中 您觉得欧元区的经济 会不会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呢 现在来看的话 肯定有这种趋势了 因为现在就是从数据来讲的话 可以证明这一点 PMI指数现在已经下降50%以下 这说明就是工业生产 已经是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很多的产品卖不出气 出现滞胀 这个这跟通货膨胀有关系了 当然同时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也是对未来经济减紧 不够那么乐观有关系 大家不愿意消费 虽然现在是欧洲的这个夏季 应该是平常的话 应该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旅游的季节 但是它现在呢 大家都是紧缩 就是不敢花钱 这个是整体是 在这个欧洲来讲的话 应该非常普遍 特别在欧元区几大经济体 包括德国 法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 这四大经济体嘛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至于其他的几十个国家 应该都是这个样子的 应该都是这个样子的 尤其是德国现在经济出现一个 这个紧缩 衰退 收缩的状况 那其他的经济体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等于说你要看欧洲 欧元区的经济发展的话呢 你要看这四个国家就可以了 再加上欧元 二十年一来最低点 基本上跟美元已经差不多 一比一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对经济前景这个担心程度 而且这个事情呢就是 不是说短期之内出现的问题 这是长期的 这个长期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就在于就是 这个看不到怎么办法来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 第二个呢就看不到 这个未来怎么样发展 你过去几十年欧洲发展 特别是欧元区的发展 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才往前走 现在就为了生活本身往前走 意思就是说这个王回有所退缩了 其他的一些政策都很难执行 包括比如说能源政策 还有环保政策 气候变暖等等 都没办法推行 所以欧洲现在已经是回到 回到了一种 就是为了生存而努力的这种状态 的确真的也只能靠走的 因为很多民众刚片子里面讲了 这汽油啊变那么贵 以后怎么加油呢 看来无解啊 谢谢杜先生点评分析 那么通胀影响的 其实不仅仅是民众的生活 还会滋生社会矛盾 英国通胀飙升进一步挤压家庭收入 不仅导致各行各业频繁罢工 也让整体经济缩水11% 对制造业和私营业来说 提前进入了寒冬 组织多厂大型罢工的工会代表 就说罢工其实是无奈之举 英国工业联合会在23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受工厂产出下滑拖累 服务业发展缓慢至18个月来新低 英国私营部门的经济水平在8月出现明显放缓的迹象 另外英国央行警告称 英国经济可能在2022年底陷入衰退 并将持续到2027年 而美国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则预测 英国的通货膨胀将在2023年初达到18%的峰值 就连英国首相候选人特拉斯也认为 英国经济衰退恐怕无法避免 英国特许采购与供营协会的首席分析师 倒是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认为进入秋冬消费旺季或将逆转行业的颓势 但是让私营企业业不能魅的问题仍有很多 俄乌战争造成的供营链中断 持续走高的通胀和高利率 再加上眼下能源费用只增不减 进一步刺激生活成本危机持续恶化 尤其是各行业的罢工已经开始走向了常态化的道路 当地分析人士指出 今年以色列的罢工活动像是372时期的英国缩影 英国各地的工薪阶层竞相争取公平的薪资待遇 且各工会的态度都异常坚定 从6月至今 组织多行业罢工的英国联合工会代表 对本台记者表示 工薪阶层之所以不满 是因为资方可以就高额利润进行分红 但工人拿到手的工资 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 有个货尚集中 叫梳 Bridги或者星期之前 这个转称之所以 突然说他覺得他不 españ 因为他的嫁底下不活水 他不想到货金 その货帮回公平ому学校 这也不是曙制 government 超sam并不忏断扪负账 突然运行长 除了生活成本在不断飙升以外 英国的大学还计划是要交 本土学生的学费上调40% 据了解在今年秋季 有145所高校的教职员工 也是不满学校的福利性质待遇 要计划再度举行大罢工 面对这种经济衰退的大环境 约翰逊政府在整个8月 基本上是处在一个隐形的状态 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应对通货膨胀的核心方案 这也是为何眼下的英国社会各界 都会感到这个乏力和不满 富凰卫视 许亮安光细 伦敦报道 马上还有更多焦点 待会见 欢迎回来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有鉴于疫情之下有大批的香港学生 赴内地深读大学受阻 而香港教育局在23号也公布 将推出多项措施 要协助学生尽快的入境内地 而就在现阶段 首先会通过增加入境检疫的配额 增加航班 优先订购机票等措施 要解决学生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 港府还在和澳门上讨 让香港学生进澳门隔离 然后前往内地 香港教育局预料有关安排 可以照顾到大部分 将会赴内地求学的学生 如果有学生仍没有来得及赶到开学日 内地院校将后采取网上学习等灵活安排 香港教育局最新统计的资料显示 目前有18000名学生 会在2022至2023学年到内地生徒高校 但目前仍有部分学生 未能获得入境领额 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连 在23号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 香港特局政府向中央政府 和相关地方政府寻求帮助后 得到积极回应 国务院港澳办将成立工作组 联通教育部等重要部门 以及地方政府 专责处理本次的便利安排 现阶段首先会通过增加入境检疫配额 增加寒满等措施 多管齐下解决学生燃眉之急 广东省当局已经将香港学生 纳入粤港澳六路口岸人民关怀通道 增加香港学生获得前往深圳 或者珠海名额的机会 也会调动隔离酒店配合 此外经中央政府积极协调 开办来往香港和内地各城市的 在客航班将会增加 并容许香港学生优先订票 以疏度需要乘搭飞机 前往内地有关城市升学的香港学生 此外香港正与澳门商讨 如有必要也可以让香港学生 进澳门隔离 再由拱北关口或进澳门机场 前往内地 加快输到学生北上开学的需要 教育局预料这些安排 可以有效照顾大部分 依前往内地各出就学学生的需要 而如有少数同学 未能及时到期就读的院校报道 在国家教育部的协调下 内地院校会采取灵活措施 保留学生入学资格 以及做出网上学习安排 蔡瑞连表示 学生要在26号前填写电子表格 政府会在整理后送到内地学校核实 以电邮通知学生 不过她提醒通知期会非常短 呼吁学生要有随时出发的准备 而政府最迟会在出发前一天发通知 针对有媒体询问 是否考虑包机包车 蔡瑞连表示 估计在内地升学港人学生 有一半在广东省上学 两成在福建省 其他则分不广泛 因此包机让他们前往内地 并非最方便做法 至于是否会包车供学生过境 代表是要视乎人口和关口承受能力 另外有媒体提出 是否会将措施惩态化 蔡瑞连回应 由于疫情下过境名额需求殷切 这次是特出安排 暂时未有计划变成横上做法 同时呼吁学生在入境后 如非必要 避免在过境增加关口压力 凤好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天气很热 升学也好热 这今年的香港暴动内地高效火爆 而内地去香港升学的人数 也是有上升的 在疫情之下 两地的交流是频繁的 有住在广州的学生 也跟我们聊一聊 为什么选择来香港深造 住在广州的大学毕业生周沈桥 准备到香港读书 出发前一天 他到附近的核酸检测点做核酸 要过关的话 要有核酸的证明 所以今天就先做了核酸先 但去到香港那边的话 可能就要自策 都不是十分单分 都是靠自己做博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很多学生放弃了欧美留学 将目光转向香港 2022年上半年 美国签发给中国公民学生签证的数量 也比疫情前骤降五成以上 美国已经不再是中国学生首选的 海外高等教育目的地 香港的大学虽然还没有结束报名 但是已经看到 通过内地高考 报读香港大学的人数有所上升 香港中文大学有超过一万五千名内地学生申报 陵南大学 静汇大学的内地申请人数 也比去年分别增加了六成和五成 两地尚未通关 成功被香港城市大学录取的周沈桥 预计一年也不能回来内地 周沈桥本科就读于深圳大学数学师范专业 现在到香港城市大学读心理学 他认为赴港读书人数增加 还要得益于近年大湾区的互联互通 去香港读书可以增加职场的竞争力 其实我都是零零后千禧连的话 其实都有很多千禧BB出生 所以我们这一年这一届的竞争力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大的 如果我打开了香港 或者其他海外外企的一些就业的路径的话 其实对我自己个人的发展都是比较好的 有更多的路可以 更多的方向可以去行 在广州的最后一天 爸爸妈妈给他践行 他们认为香港的教学质量好 性价比高 未来留港工作可以感受到国际化的环境 回到内地又可以享受 所有留学生的优惠政策 比如在深圳就有一些创业的补贴 孔学人才计划等等 从女儿去香港读书 他们会更加放心 根据数据 在2023年QS最佳留学城市排名中 中国香港全球排名第12 亚洲排名第三 前100名香港有无所大学入围 香港有着浓厚的中西方文化 这些都对内地的学生很有吸引力 凤凰卫视张霄李廷生 广州报道 今年的第九号台风马鞍逼近华南地区 香港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并且会在24号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 预料风暴会在25号早上最接近香港 监视风势或进一步增强 台风下的香港尖沙嘴码头相对平静 没有狂风暴雨 与此同时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国家气象局启动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预计马鞍将会在25号的早晨到下午 在广东深圳只占江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水利部在23号针对广东 广西 海南 贵州 云南五省区 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广东省的防汛防汗防风总指挥部 也启动防风三级应急响应 指导商船 风电等海上施工平台 做好防风措施 群群 我看我们很多同事 他们说到超商 超市都买不到东西 已经都抢光了 大家都在为台风做戒备了 对 因为说这次台风 这等级好像蛮大的 所以我们的记者吴星纯一早 也就守候在红刊 星纯早 早安 星纯 我看你这背后 好像还没有蛮平静的 那目前今天气象局有什么样的提醒 这次的威力会不会跟18年的 台风山族一样这么强呢 好的 那我现在的位置是位于香港 红看的现场 那这次的强烈热带风暴马鞍 已经进入了香港的临近的范围 虽然香港这两天的天气是持续的转差 那根据香港天文台最新的预告 在今天的12点到下午的2点钟 会改发这个3号的风球 那随后呢也可能会出现包括狂风 咒语 还有在海面上呢 会出现涌浪这样的情况 那这一次的这个马鞍呢 这个强烈热带风暴 它在它到来之前 其实香港这两天的天气 就是持续非常的闷热了 基本上这两天都达到了 34摄氏度或者是以上 并且呢根据香港天文台最新的预告 在明天呢是这个马鞍最接近香港的时间 那届时呢可能会出现7到8级的东南风 同时呢是伴有狂风咒语 还有海面呢会出现这个涌浪 还有巨浪 那就有人关注到这次这个马鞍 它的这个行径路径呢 和2018年的山竹 当时呢对香港造成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这两个它们的风球的路径呢比较相似 但是就有香港的气象学专家就表示呢 这两个风球呢不可以相提并论 因为呢在马鞍进入南海 以及登陆广东沿岸的这个过程中呢 虽然是持续的加强的这样的状态 但是它一直是维持在这个强烈热带风暴的级别 并没有达到台风的级别 所以呢这个威力也是比起山竹要少很多了 那但是呢这个专家就提醒大家 不可以轻视了这个强烈热带风暴 可能接下来会为香港带来的影响 那现在呢就把时间交上给主播 谢谢星纯 目前看起来呢还是风平浪静 但大家要注意马鞍即将来时 要先做好准备了 要做好防护准备了 我们再来关注到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截止到23号零点 香港新增6654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再多10名感染者旅士 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通报 香港新增6654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相较于前一日上升约0.56% 新增的6654宗确诊个案中 6410宗为本地感染个案 单日新增本地确诊个案较一周前上升约31.1% 新增的本地确诊个案中 2192宗维京核酸检测确诊的个案 4218宗维京核酸检测核实的快速测诊阳性承报个案 另外香港再多10名感染者离世 香港自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 共有9407人离世 另外自香港实施海外或台湾经机场低杠人士的酒店检疫期 由7天缩短至3天以来 再有55名低杠人士在完成3天酒店检疫后 在进行4天居家医学监察期间确诊 占输入个案的约22.5% 另外香港医管局宣布 由于目前入院病人持续增加 医管局于23号启动第三阶段病床调动计划 由于疫情现在都是持续严峻 我们现在留意确诊的病人已经超过2100人 而需要入院治疗的确诊病人也都越来越多 医管局今天已经启动第三阶段病床调动计划 我们会在不同的医院加上北大鱼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和昨晚重新启用的阿博管新冠治疗中心 预留2500至5000张的病床去接收确诊的病人 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公布香港新增141宗有学校存报的阳性个案 共涉及108名学生及33名教职员 另外当局表示变异病毒株个案有上升趋势 其中B.A.2.1 2.1个案占整体9% B.A.4或B.A.5就占37.1% 邦华威士鲁锡文香港报道 接下来我们聊聊的求职偏案 大家要再注意一下了 新岛日报说这东南亚国家的人口翻译偏案越来越多了 东周刊报道 有救援组织估计大约有超过10万人被禁锢在当地 他们被迫从事诈骗工作 业绩如果不理想的话 或是你企图逃走会被锁起来殴打 或是用锤子还有电棒来被施行 东周刊揭发最少有33个涉案的园区 而当地的娱乐城顿时变成诈骗基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 就是柬埔寨这些地方呢 其实最近几年人口贩卖还是比较厉害的 受华人除了来自香港 也有澳门 台湾 内地 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士 那香港当局昨天是在街会议中 疑似被诈骗往东南亚的求助个案 至今仍有21人 疑似受困于缅甸集检普寨的园区 被迫从事诈骗工作 香港警方并且在居捕一名 涉及人口贩卖的跨国求职骗案疑犯 让被捕者增加到7人 求职前一定要停看听了 再来关注是 香港律师会在23号举行周年大会 并且改选了6名理事 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民表示 律师会将会继续秉承专业原则 促进会员的专业发展及福祉 同时也将致力推广法治精神 香港律师会在23号举行周年大会 并进行2022到2023年度理事会选举 6名会员当选新一届理事 包括成功连任的彭运熙 郑伟邦 马康丽 以及新当选的侯百申 陈显恒 曹少基 律师会会长陈泽民表示 理事会将会继续秉承专业原则 促进会员的专业发展以及福祉 香港律师会理事会将会秉承专业原则 继续带领律师会进行多方面的工作 包括出进律师会会员的专业发展 陈泽民并表示 留意到律师会在社会上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律师会将致力推广法治精神 我们也会致力推广法治精神 尤其在加强青少年方面的教育工作 以及通过不同计划和活动服务 市民大众 香港律师会也会在基本法和普通法 法制下继续捍卫法治和司法独立 并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 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 根据会章完成理事改选后 香港律师会会长以及一名副会长的席位 也将改选 将由20名理事复选 凤凰卫视崔可军香港报道 再关注今天的要闻早报 欢迎回来再来看到相当电台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了中国通过了疫苗国家监管体系的评估 中国的疫苗监管体系已经在2011年以及2014年先后两次通过了评估 而今年7月份接受世卫升级评估标准后的新一轮全面评估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黄果就说 通过这次世卫的评估 说明中国的疫苗监管体系 对接到了世卫的新标准 以及国际先进水平 被中国疫苗走出国门 创造良好的条件 今后中国可谓促进全球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普及性 可负担性 做出更多贡献 也跟疫苗有关的报道 是在新岛日报提到了 美国的辉瑞药厂在周一已经向美国当局 申请授权第二代的新冠疫苗 今年的秋天起就会提供给12岁以上的人士 来作为加强针 新疫苗同时针对了病原株 包括了是BA.4还有BA.5在内的几款 Omicron的变种 预料是另外一款的新冠疫苗 制造商莫德纳很快也会提交类似的申请 辉瑞跟合作伙伴BioNTech 预计在本月内就会针对这两款的变种病毒株的疫苗 加强剂展开试验 要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成果 包括要向FDA提交申请 那支申请当中包含了相关的数据 以及最新的配方的动物测试数据 动物测试显示这款疫苗对多种 Omicron的变种产生了免疫反应 包括近年来美欧等地流行的BA.4和BA.5 日本这现在的疫情还是好严重 新冠肺炎的新增确诊病例高居于全球的榜首 但是日本政府计划要进一步的为防疫松绑 日期染染疫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说 要努力兼顾防疫和经济社会生活 岸田感染新冠病毒后 在首相公敌隔离疗养 他此前召开线上记者会 表示将抓紧调整防疫政策 减轻医疗负担为社会生活松绑 新型コロナの感染症法上の措置の見直し 水際対策の緩和など withコロナに向けた新たな段階への移行についても 専門家自治体のご意見も踏まえ 合わせて早急に方向性をお示しいたします 変化す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特性を踏まえながら できる限り感染防止と社会経済活動の両立を 実現していくため対応を加速させてまいります 日本政府計画放寬入境限制 9月将当前每天入境2万人的上限 上调到5万人 以接种三針疫苗人员 入境时不用提交72小时新冠陰性证明 日本政府为掌握疫情 此前要求医疗機構登记全部确诊病例信息 而近期感染人数暴增 令現場医护不堪重负 日本政府計画改变方針 改全员統計为定向統計 减轻医护負担 指重点詳細登记 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等高風險 确诊人群 其他确诊病例上报人数即可 岸田说 近日将宣布放寬防疫的具体措施 方卫视 胡越 日本东京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商业电台网页的报道 关注到泰国的政坛 泰国国会反对派議員日前連署释信案 要求宪法法院裁定是否终止 总理巴育的八年任期 预计法院今天就会交代是否受理 大约200名反政府示威者 昨天是到曼谷的民主纪念碑集会 要求巴育下台 副总理威萨努就表示了 现一届的内阁将会继续工作 又引述了巴育指出 任期是乎法院的决定 如果裁定他任期届满 另外一名副总理巴育 将会接任看守总理 经过四年多的审讯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 23号在联邦法院迎来了 最终的上诉败诉这样的结果 那法官呢是裁决纳吉布 SRC案七项控罪全部成立 纳吉布将会面临服刑12年 和2亿1000万令吉 也就是约合4700万美元的罚款 在23号的SRC案最终上诉庭审中 纳吉布首先入禀法庭 称首席大法官东姑麦文 因退审案件 因其丈夫曾发表反对 纳吉布的言论 可能左右裁决 控方指纳吉布所提出的是 四年前的言论 并认为最后一刻要求法官退审 是恶意拖延审讯 经过两个半小时休庭讨论 联邦法院驳回纳吉布申请 并随后裁决 纳吉布SRC案七项罪控都成立 纳吉布的前辩护律师沙菲宜 和已宣布退出上诉案件 辩护的律师郑宝德 都到法院协助处理法庭申请 但未做法庭陈述 郑宝德对案件上诉失败 表示难过 对是否会对案件再重新检讨 郑宝德称目前还不能说什么 但会就此探讨可能性 纳吉布下午停上发表声明 他用曾入狱的在野党领袖 安瓦尔类比自己的案件 称每个被指控者都有权得到辩护 没有律师辩护的审讯失去公正 纳吉布的夫人罗斯玛 乌同党主席扎希德当天也到联邦法院声援 庭审期间法院周边聚集约数百名 纳吉布的支持者 支持者表示仍相信纳吉布无辜 一些从纳吉布老家北根来到法院的支持者称 如果纳吉布入狱服刑 会非常难过沮丧 也有乌同党成员和当地工商企业主前来支持 说纳吉布执政时期 国家经济民生教育都更好 希望下届大选巫统国阵胜出 纳吉布再领导国家 经过四年多的审理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所设SRC国际公司案 最终尘埃落定 七项罪控都成立 两次上诉都失败 需入狱服刑12年并缴纳巨额罚款 目前看来纳吉布将失去在最迟 明年就将举行的下届全国大选中上阵的可能性 富汗卫视高棉马来西亚普特勒加亚报道 来看到相当电台的报道 最近芬兰总理马林真的是蛮不平静的 击派对门之后 现在又有一个批评了 有一张照片引发了争议 广为流传在社交媒体上 是由两位知名 而且具有影响力的女性 在赫尔辛基的总理官邸内接吻 两个人裸露的上半身 只用芬兰标志给遮盖着 马林就向媒体证实说 这张照片确实是在她官邸拍摄的 她说个人认为这张照片不恰当 也不应该拍摄 她为此道歉 但是她强调聚会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 那马林其实早前呢 就从来不避讳自己爱去参加音乐节和音乐会 也多次是被媒体拍到 那她说呢 这张照片就是她和朋友 七月份参加音乐会之后 在举行的派对上所拍摄的 下期回来有体育方面的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到商业电台网页的报道 来看战争期间呢 足球比赛也没有停止 俄乌战事爆发半年之际 乌克兰国内的足球联赛 星期二开始一个新的赛季了 那这个超级联赛呢 首场比赛是由萨克达对阵米达列斯1925 这是两队九个月来的首场比赛 赛事在首都基辅的奥林匹克国家体育场举行 基于安全原因没有安排球迷入场 这场比赛两队最终占到0比0 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 两队的球员进场时都披上了乌克兰的国旗 展示也是应有 我们有着同样勇气的字句的横幅 那并且对俄乌战事的死者来默哀一分钟 萨克达的教练指出 他们有责任向世界展示乌克兰人民的生活 不会因为战事而停止 而足球能为整个国家 以及人民而战的人带来情感 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军方从24号开始 在全国各地进行大规模无人机演习 这是伊朗第一次联合海陆空三军和防空基地 进行大规模的无人机演习 据报道 这次演习从24号开始 150多架新型先进无人机 将从全国各地和地下基地出发 在实际战斗条件下 执行既定任务 包括无人机发射空对空导弹 对空中目标进行空中拦截 精确制导并轰炸地面目标 无人机部队还将侦察和监视 陆地空中和海上边界 演习将覆盖伊朗全境 علاوه بر عرضیابی میزان و قابلیت و توانمندی شرایط مشابه رزم واقعی هستش که انواع بومبه های با تناج مختلف 的隐形无人机 随后伊朗宣布制造出 仿制的国产无人机 并能携带炸弹 执行进攻任务 伊朗军方强调 面对数十年来的制裁和武器禁运 伊朗已取得了巨大进展 在国产武器 设备和无人机方面 实现自给自足 王威士 郑卡里的穆森 德克兰报道 半导体芯片巨头 英特尔宣布将会与加拿大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 共同投资300亿美元 在亚利桑那州 要扩建先进的芯片工厂 而这也是美国芯片和科技法案 通过之后 第一个大型芯片厂的扩建项目 英特尔将和布鲁克菲尔德的 基础设施附属公司 共同投资300亿美元 在亚利桑那州扩建先进芯片工厂 布鲁克菲尔德的基础设施附属公司 将获得扩建项目49%的股份 而英特尔将保留 对位于亚利桑那州 钱德勒两家芯片厂的 多数所有权和运营控制权 最先的投资是英特尔和布鲁克菲尔德 在今年2月签署的 一项融资协议的扩展 两家公司没有透露具体条款 英特尔的财务主管表示 英特尔从布鲁克菲尔德的 融资利率在4.4%至8.5%之间 比债务融资贵 但比股权融资便宜 路透社分析认为 这项合作表明投资者 对半导体需求的长期信心 通过这笔交易 英特尔可以通过 为一个多年期项目 提供融资承诺 来保留其他优先事项的 债务能力 同时保持运营控制 这笔交易也是在美国总统拜登 本月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 惩罚之后达成的 英特尔财务主管表示 两家公司之间的安排 建立在美国最近 通过芯片法案的势头之上 英特尔在新的首席执行官 格尔辛格于2021年初接管后 宣布在欧洲和美国 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半导体行业经历了 长达两年多的供应短缩 导致从汽车到计算机的生产脱轨 英特尔的目标是增加芯片产量 上个月由于个人电脑需求下降 英特尔下调了年度预测 与布鲁克菲尔德的交易 预计将于2022年底完成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感谢林大成 凤凰早班车再会 再会